在《大悲心陀羅尼經》內記載,當觀世音菩薩宣講大悲咒完畢之後, 大凡天王從座而起,合掌恭敬,請問觀世音菩薩說:「我經歷了很多佛會,聽說過種種法及種種陀羅尼, 但未曾聽說過大悲咒那麼神妙的章句,希望大事為我們說明此咒的形貌相葬。」 各位,祂的意思是說:「如果以文字相葬去形容大悲咒,使我們能夠略為知道祂的意義, 那麼大悲咒的相葬是如何?」 觀世音菩薩就回答:「此陀羅尼相貌,就是大慈悲心,平等心, 無偉心,無 cur心,無偉掌心,冇觀心,恭敬心,悲掃心,無雜亂心, 無見取心,無上菩提心。」 那麼什麼是:「大丈夫悲心?」 慈即能夠施預一切眾生大安樂, kombHAMUbreak 除一切眾生的痛苦。 什麼叫做平等心呢? 平等是諸法的體性, 由此所證悟的智慧應沒有分別的, 即是證悟一切法平等之理, 與一切眾生吾起高下、深淺、親疏的差別。 無為心即是無造作的心, 與有為是對立的。 無為法,不是因緣所生法,是離生滅變化而絶對常住之法。 無染著心,不會沾染貪愛等煩惱, 亦不會對一切外界生起分別執著愛慾之心。 空觀心,觀一切法,空無自性。 小聖佛法收集我空觀,斷除煩惱障。 大聖佛法收集我法而空觀,離煩惱所知而障。 恭敬心,恭敬是通於身口二三頁的。 十諸琵琶索論卷義地說, 以小聖法教化眾生,名為共養。 以闢之佛法教化眾生,名為奉給。 以大聖法教化眾生,名為恭敬。 卑下心,當人的貢高我慢,驕傲心,完全滅除的時候, 本具的智慧就會湧現。 什麼叫做無雜亂心呢? 即是自性清淨心。 無見取心,見取是執著於五韻, 識、受、想、行、識為我見,有明我執。 無相菩提心。 菩提即是覺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正入涅槃的境界。 宗慈大悲咒,會得蒙觀世音菩薩及天龍八步護持的。 觀世音菩薩《大悲心陀羅尼經》裡面說, 假如能愚發眾慈大悲咒,對於諸眾生,豈慈悲心, 我將派一切善神、龍王、金剛物跡,經常跟隨慰護,不離其則, 就好像保護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命一樣。 這些善神暴衆各有五百眷屬,會時常跟隨擁護眾慈大悲咒的人。 各位,眾慈大悲咒,功德無量,能消災免難,能治世間八萬四千種病, 大家必須每日持眾,如果尚未懂得念,必須立即發心學習。